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你写的好有进步就再加分啊 我们才有那种 诶 有这种事 然后到最后 全班那一学期都没有人因为国语习作 被爸爸妈妈骂 因为爸爸妈妈 我只要看成绩 或者看那个习作 来 看你平常写的怎么样 哎哟 两千六百四十二 爸爸都傻了 他不知道这叫好还是不好 可是要我一定要翻回去看 就想 诶 其实有进步的嘛 就你孩子有进步可能会比他 做对到什么标准还要重要 然后呢 他呢上课又很爱讲笑话 吴光丁老师 每天上课呢 就说 他用一种方法就是 哎呀 你们呢 如果呢 希望呢 我再多讲几个笑话的话 来 就把这个作业写完 就这样子的 他作业还不会给很多 他作业会挑所有作业里面最难的这两题 就这样 他很贼哦 他说这两题哦 你们要全班都写完 而且要帮助同学都写完 然后呢 才可以呢 我可以再讲笑话 就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总的要互助合作 还会有预习的这种态度 那天他就说 哎呀 我已经没什么笑话可以讲啦 对不对哦 对呀 他就说 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来演戏 那时候呢 他就说 来 龙龟一课本翻开 很多课其实我们都可以当剧本来演戏 有没有要演戏的啊 那小时候我也不懂什么是演戏 他就 好的 你举手举手举手 我就跟着你 举举举举 就这样 要演戏过来 我就跟我们同学就这样过来了 然后呢 他就说 来 我们来演戏 那一次就是我这辈子的第一次的舞台剧 舞台剧 叫做《恐龙浪里》 我一辈子记得 而且我还演主角哦 是什么 你们都知道耶 怎么不会在恐龙呢 应该是恐龙才对吧 对不对 那我真的是眼离 那些故事大概是这样子的 就是老师一个分辨角色 你演什么啊 你演恐龙啊 你演恐龙哥哥啊 什么之类的啊 妈妈 从中码以后 我们都很瘦弱嘛 没有被发现 好 老师 你们开始拍戏吧 那同学呢 待会呢 就先做别的事情 待会看他们演戏 接下来看他们演戏 就这样 我说 老师还有我 还有我 他说 啊 这样啊 还有你 OK 那我给你个角色 我说 老师是主角吗 嗯 很重要哦 我说 是什么 离 那我说 老师 离 离很重要吗 哎 大都在让你啊 整齐戏大都在让你啊 对不对 而且呢 你从后到尾都在舞台上 你怎么会不重要呢 哎 莫名叫要被说服了 我蛮有道理的 那我说 那老师 可是离 离该怎么表演 我该说些什么 哦 离不要讲话 你有看过离说话的吗 你就不要讲话就好了 这样子就好了 就不准讲话 他在台上就好好的做离就好了 哦 然后后来就开演 开演完以后 那一齣戏哦 其他人的台词什么 我就快要忘掉了 我只知道 那整堂课同学都在笑 因为我一直在推来推去 推来推去 然后最后一度有刀子 要把我身上切下去这样子 然后把他们都在笑 然后下课完之后啊 其实我那时候很沮丧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在笑我 我就等到同学都走以后 我就说 老师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他说 怎么了 我说 我是不是演得很不好啊 他说 你怎么会这样想 我说 同学都在笑我啊 结果老师的话 我都记在心上 他说 你是我看过 眼里也演得最好的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 对不对 可是大家都在笑我 他说 老师讲笑话 你们会笑 你们也喜欢我讲笑话 我还要靠讲笑话 你们才会笑 但真要你知道知道 有一种特质 你光站在台上 不讲话 大家就会笑了 大家就会笑了 老师很羡慕 我觉得 你有那样子的才能 也要站在台上 表演说说你的故事 你会让很多人快乐跟开心的 不要浪费这个才能 小学三年级 有一个人种一个种子在我心里面 我什么都容易说好的 我也好相信这句话 所以后来长大 我只要觉得 我爸爸妈妈不同意我 去做可以让大家快乐的事 我知道他们也是因为担心我赚不了钱 可是我知道 每一次站在台上 你们才有笑有掌声 那再带证明了 我很好 我是一个好棒的人 谢谢大家 哈喽我是奥爷 谢谢大家观赏我们的老司机开心玩笑系列 我想当个好人 这是我的巡慧专场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 我想当个好人 那这是我所有主题里面呢 这次巡慧演出说的最多场 然后也是中心思想 从以前我就一直觉得我想当个好人 然后听话配合照做 那关键前提是 我要先相信自己是个很好的人 我才有办法 继续做 我想当个好爸爸 我想当个好老公 我想当个好老师 我想当个好笑的人 而这些都是我还在努力的 老司机开老玩笑 讲的是过往十几年前 我一直讲的段子 包含各位熟悉的天线宝宝啦 或者是原住民教我的事 我用算盘考上台大 还有做生态手术 到保全院讲课 这些都是我以前曾经在课堂上面 发生过的真实的事情 而这次老师机开新玩笑 我就希望讲一些走心的 让大家比较没有听过的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很多人居然会说 老师这些的段子 真的是真实的故事吗 你要不要猜猜看呢 就像我跟你说 我这段影片是在厕所录的 在马桶上面录的 你相信吗 是不是 我这个真诚待人啊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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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嘛 就是嘛 都没有时间了 忙到只能在厕所录这个影片 希望各位呢 会喜欢这个系列 好 留言告诉我 你觉得哪个段子是假的 哪个段子是真的 你喜欢哪个段子 期待接下来的我想当个好爸爸 你怎么能让我立案 你不应该让我立空 你不应该 encrypt哦 你一次性感觉 也不应该是